主席 我們請部長在嗎 次長 部長請教 次長 謝謝 陳委員好 次長 各位大家午安 我今天质疑的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失联移工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在之前公布的第32例确诊案例 就是失联的移工 那由失联移工这个部分 我们知道就是会有防疫的漏洞 那这个部分也让国民我们非常的担忧 因为目前在台湾的失联的移工的人数 就有多达48000多人这么多 那实务上就是这个失联的移工可能会有担忧 如果他们可能怀疑患病的时候 他们也不敢通报 因为怕被遣返也怕被罚款 好下一张 那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语言上 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一些防疫的一些资讯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好防疫 所以本席认为下一张 在防疫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建议本席建议就是说 我们可以由这个第32例的个案看到 就是说在很多移工 尤其失联移工他们是透过这个直播 来让他们跟亲人或跟朋友做一些互动 所以我们建议能够在政府在内政部或者是在劳动部 能够加强做好这个防疫的宣传宣导 然后让这些可能有患病的移工呢 他们可以透过直播来看到有这个防疫的资讯 所以今天本席慎重非常建议内政部可以赶快来建立这个防疫宣导 赶快跟劳动部来加强合作 做网红的直播 我不知道可不可行 请次长 谢谢委员的建议 其实这个点子是蛮好的 那我觉得可以来思考一下 那事实上既有的管道 其实我们也都有在做 就包括通过多国的语言 所以值得做嘛 因为我时间非常有限 那我再来讲一下 就是因为就是在 好下一张 就是我们知道在警政署 在警政署在这一次的防疫的预算 有编了六千多万 有编了六千多万 六八一一万 做人力或者是做一些加班超勤的一些补充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消防署 并没有来编列 并没有编列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好下一张 就是在 上一张 好上一张 在整个这个防疫的部分 就是在救护车 好再上一张 在救护车这个地方呢 是需要有高规格的防疫的设备 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 下一张就是有所谓四种的这种情况 就是旅游史或者是有这个TOCC还有接触职业史群聚的这种接触 所以说在救护车在消防人员的这个防疫的设备还有这些救护人员的防疫的宣传是需要有非常专业的训练 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看到预算是没有编列 好下一张 所以在这里就是本席 这个建议我们 就是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假如今天我们的救护人员消防人员去做这个救护的工作 那这个人这个可能有这个感染的人是没有症状 没有症状 但是他是一个传播者 那我们从这一次钻石公主号就看到非常多人是在事后很多天 甚至有二十几天他们的症状才出来 才出来 所以假如今天有消防人员他把这个病毒 因为他没有做好装备的防护 所以他把病毒带回队上 然后再传给其他人 我想我们整个消防救护的系统就可能会瓦解 就可能会瓦解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本席在这里建议内政部 我们在防疫方面这一次已经没有提预算 那请内政部这边看怎么样来做作业上的一些补 做意义 一点简单的事去跟委员报告 第一个就是说到3月2号为止 消防机关再送疑似 疑似有肺炎症状的那个相关的病患 我们大概有估算有576人 第二个在防护装备部分 我们都是根据疾管署的要求 对消防人这部分做一个万全的一个要求 这部分我们跟地方政府都协调很紧密 第三个就是在人力跟加班费的部分 这部分目前我们初步有盘点过 如果万一未了有不足的话 我们中央会尽量来协助帮忙 那这里是不是提醒就是要赶快做相关人员的培训储备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病毒因为它没有症状的传播 所以未来需要隔离的人 需要做承载的人可能会有可能等比级数的增加 这件事情从一月底开始就已经开始不断的一直在做 感谢委员的意见 谢谢 还有时间吗 那我再 还有时间吗 好那 有关这个装备的这个储备 是需要有更高规格的这个装备 那我不知道内政部在救护人员出车的时候 是不是都有严格去要求 这些救护人员消防人员都有做好这个防护呢 有 消防署我跟吴文报告 这个基本上我们外国部有一个感染管控的指引 那有一般的跟有这个疑似症状 那我们相关的防护装备都有一些规定 那这个装备目前盘点也都够 那署长你比较清楚 那因为这一次你没有提预算 那相关的这个人员的培训装备的这个采购 那你现在的预算够吗 对 如果不够你要怎么去做 做申请 或者是跟内政部这边来 跟吴文报告因为我们当时有评估 因为我们有钱也买不到 因为这全部是管控 我们有拿过厂商买不到 所以全部都是跟疾管署去申请 人口罩防务装备我们同意都是跟疾管署申请 所以你们也跟内政部做沟通 跟那个疾管署 如果没有经费就会跟他们去申请 因为装备同意都是直接跟他领 那我们本身有些储备啦 那另外再跟他领 那是不是可以请消防署这边 再提供详细的这些储备的这些所有的资讯 你们怎么储备 人员跟经费 你们要怎么去 这个没有问题 再提供给我 再提供给我 好谢谢 谢谢 谢谢陈委员 我们请林德福林委员 林德福林委员 林德福林委员